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我们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角度 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就是四个熟灵的原则 什么是四个熟灵的原则呢 正如有很多物理的原则去管理着这个物质的宇宙 同样有一些熟灵的原则是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 第一个原则 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什么是神的爱呢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 要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德永生 什么是神的计划呢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意思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丰盛生命呢 因为第二原则 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着 所以不能够知道并且体验到 经验到神的爱 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 那什么是人 是有罪呢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神创造人 原本是要人 享受和他一起的快乐 但是因为各人的环顾 任性 偏行纪路 背向真神 以至与神隔着 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 令到人对神莫不关心 甚至公开反对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 与神隔着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讲 因为罪的功架就是死 意思就是说灵性和神隔着 圣经的神和有罪的人中间 有一个好像深渊那样隔着了 虽然人不断用自己的方法 比如做善行 维持他的道德 宗教哲学等等 你都尋扣神和封圣的生命 但是往往都是得不着的 第三个原则就告诉我们 这个难题的唯一答案 第三个原则 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 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 借助他你可以知道 并且经验到神的爱 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耶稣为我们死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 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接着我们来看耶稣 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 高临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六节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 就显给门徒看 然后再显给十二个门徒看 后来也显给五百多个弟兄弟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药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去到父神那里去 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和人中间的桥梁 去沟通了两者的深渊 但是只知道三个原则都做不够 所以我们要知道第四个原则 我们必须亲自接受 耶稣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才能够 并且体验到经验到神的爱 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基督 用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是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伺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其实我们都是藉着信心来接受基督 就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字到九节里面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 也都因为这个信 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 也都不是出于行为 便得人自夸 所以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耶稣说 你看 我已经站在门外的叩门 如果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开门的 我就要进去他那里了 接受基督包括了一种自我转向神 这个就叫做悔改 相信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赦免我们的罪 令到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人只是在理智上头里里面去同意 关于基督的真理 或者只有一些情感的经验都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藉着信心 意思就是意志的行动和决定 来接受基督 以下就有两个圈代表了两种生命 第一种的生命就是自我管理的生命 这个就是旧的生命 这个我就是坐在这个宝座之上的 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外 而我们人生各个的活动 都是我们自己的管理下 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多的混乱和不安 第二个圈就是基督耶稣去管理我们的生命 基督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 我们就退下这个宝座 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各项的活动 都是基督的管理下 而结果就会符合神的计划 究竟哪个圈是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 而你又想哪个圈是代表你将来的生命呢 以下就讲明到你怎样才能够接受基督 你现在可以藉着信心的祈祷去接受基督 其实祈祷就是跟神谈计的 神是知道你的心的 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说的东西 而下面的祈祷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主耶稣说 我需要你 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并赐给我永生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令到我成为合神 合你心意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姆 以上这样的祈祷 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愿呢 如果是的话 请你现在都是做这样的祈祷 那主耶稣就可以 照着他的所承诺的东西 去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究竟怎样知道基督已经是你的生命当中呢 你究竟有没有真的请基督去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根据启示读三章二十节 神所承诺的 现在基督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呢 耶稣基督 承诺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他会不会 不讲口齿的呢 你有什么根据 知道神是答应了你的祈祷的呢 是根据神 他的信实 和可靠的话 其实就是圣经 圣经应许 承诺 凡是接受基督的人 都是有永生的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招十三节 里面说 这个见证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 而这个永生 也是在祂的义址里面 人有了神的义址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义址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信奉神以自己的名的人 要叫到你们知道自己是有永生 我们要时尚去感谢神 因为基督已经是进入了你的生命里面 并且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当你照着神的承诺 请祂进入你心里面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 复活的基督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 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 因为祂绝对不会骗你的 那如果关于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不是依靠感觉的 我们信仰的根据是有圣经可靠的承诺 并不是我们容易就可以更改到的感觉 信耶稣的人的信心的生活 即是说信靠 是根据神的信实和圣经里面的可靠 下面这张图就像火车那样 就讲明一个事实 就是首先就是神和祂的话 包括了信心 就是说我们信靠神的说的东西 也就是圣经 还有感觉就是我们信靠和信服 就是听话的结果 三者的关系连在一起 车头无论有没有车厢 其实都可以动到的 但如果用车厢来拉的话 拉个车头是没可能的 所以照样我们的基徒 不应该只是靠感觉或者情绪 而是要将我们的信心 即是说我们的信靠 放在神的信实 和圣经的话语之上的承诺当中 你现在其实已经接受基督了 当你凭着这个意志的决定和行动 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生命其实已经发生改变了 至少有几方面的 首先第一就是基督已经进入了你的生命里面 第二就是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第三就是你已经成为了神的意虑 第四就是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 你能够想到生命当中有些什么 是比接受基督更加奇妙的呢 你当然愿意祈祷 感谢神为你所做的事嘛 感谢的祈祷呢 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还有些什么呢 属灵生命的掌进的建议 属灵生命的掌进就是从信靠基督而来的 在圣经里面说 二人必恩信得生 信不信靠的生活 是会令到你在凡事上 都是更加依靠神的 并且实行下面几项的东西 首先第一 第一每日要向神祈祷 就是要祈祷这个主土文 第二 每日都要看圣经 可以从这个语学福音开始 第三 就是要时想 都要听话 要听从神 要服从神 第四 每日都是藉着你的生活 和你的言行 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第五 在一切所做的事上面 都要依靠神 第六 让到圣灵 即是神自己 去管理你每一日的生活 并且赐给你能力 去为主做见证 如果你是能够参加教会的话 就呼吁你 鼓励你参加教会 在希伯罗书十章二十五节 去教导我们 不可以停止聚会 几根的木柴 一起烧 才能够火热 倍增 如果把一根抽出来 放在一边 那火很快就会熟 你和其他基督徒 在一起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尚未加入教会 不用等人请了 你可以主动去附近 参加那些 是尊崇耶稣基督 并且传入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 从这个礼拜开始 你也可以计划读经 按照时候也要回教会聚会 好了 今节就讲了四个熟灵的原则 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 我们是圣经精读 我们的原则就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导 目仰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的角度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主要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造作性的留言 在订阅键旁边的小铃 按了小铃铃之后 就启动通知的功能 就可以接收我们最快的资讯 好了 我们这次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